中国半导体企业紫光集团 宣告债务违约 旗下的长江存储也面临危机 外面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员麦考尔海格提 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指出该公司与中共群防关系密切 生产晶片可用于国防 人工智慧及航台领域 信函指出中共正在贯彻一个 前所未有的产业计划 对半导体供应链每个环节垂直控制 必须防止危机美国国家安全 建议将长江存储科技 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那目前长江存储在全球的一个市占率 大概是只有占有极低的一个 个位数的一个水准 那么主要是从2019年开始 小福的一个量产 但目前整体的一个良率的表现上 其实还是有待商榷 那么整个市场目前在出货 还是以中国境内的一个下游客户为主 长江存储一般被视为北京当局 扶持半导体产业指标记忆提倡 更是时任紫光集团副总裁的高企拳 一手带大 产品主攻3D Nandfresh 月产能5万片 全球市占率约3.8% 更传要进一步扩大产能 2022年市占达到6.7% 事实上在这次长江存储 那么恐怕会被美国列入管制的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我想这也是反映了美国 它会目前的全面来封锁 中国在境内 那么比较具有一个发展性的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那么也就是说在阻绝掉中国的一个产能 它的一个逐步的释出之后 当然会有利于在全球Nandfresh它的一个供需结构 2019年美国针对华为禁制令进一步封锁 中国第一大IC设计业者海斯 2020年锁定晶圆代工的中芯国际 还有封测厂长电科技 美国商务部实体管制清单 目前已经超过300家大陆企业 台湾集体业者认为 长江存储如果遭到美国政府制裁 对全球Nandfresh产业影响相对有限 但产业供给减少有助价格稳定 台厂包括望宏 华邦店 威钢等业者 营运渴望受贿 亚一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营养辑道 营养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